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下午的直播環節 午視第一擊 現在就和大家看看十大最活躍股份的表現 中國平安部58.7升了2號 騰訊控股部286.2升了1.2 刑副基金報27.05跌了1號 融創中國報15.5跌了1.7 信譽光學科技報89.3升了10.2 瑞星科技報116.7升了8.3 工商銀行報5.27跌了2仙 中國人壽報25.5跌了3號 香港交易所報210.6跌了1.2 恆新H股部110元跌了4號 至於十大升幅股份方面 第一唯有中國環保能源升2.4 中國澱粉升1.4 恆灣科技升1.3 中國金石升1.3 信譽光學科技升1.2 中信資源升9% 分手實業升8% 身體育和冠軍產業信託也升8% 亞洲能源物流升7% 現在轉看十大跌幅股份 第一唯有天彩控股 跌超過1.2 島香控股跌1.1 中發展控股跌1.1 融創中國跌超過9% 中富資源跌8% 中國創新投資 iMAS China 壹傳媒跌超過8% 大同集團和大深控股跌超過7% 現在和大家跟進港股的半日走勢 恆指今早高開18點 反覆升69點 之後出現回吐 由升轉跌 半日最多跌89點 恆指中午收報26427點 跌43點 國企指數中午收報10728點 跌54點 大股成交金額441億元 現在再和大家看看股空榜 半日的股空金額是39.9億元 第一唯有中國平安 股空金額4.68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2.2 盈富基金 股空金額3.69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2.6 騰訊控股 股空金額2.15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1.2 融創中國 股空金額1.87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1.5 工商銀行 股空金額1.72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2.6 而這個環節我們就有請Arnold 跟我們跟進後市的走勢 Arnold 你好 你好 港股連升6天後 今早好像沒有力氣再上 出現反覆回吐 是否都因為升了這麼多天 升了這麼多點 需要有少少調整 接下來應該怎樣保持好呢 對於港股後市來說 走勢上 其實現階段仍然向好 雖然看到指數由26,600 這些位置跌下來 可能調整了差不多接近200點 但是我相信 你來看看過注的主要原因 都是A股的走勢 近期就相對地比較差一點 因為說之前 特別是昨天 可能見到創業板 有一個大跌的情況 A股都見到明顯的調整 主要就是在金融改革 或者金融會議上面 都說到未來來 可能也會加快IPO審核的速度 或者說 其實很多消息都說現階段 特別在內地A股上面 IPO集資的金額規模 仍然是非常之大 好像在說恆大、曼達 這些大型企業 都趕著回到A股上市 所以預料到未來來說 A股整體沿的集資量 仍然是大的 所以對於資金流動性來說 都會仍然構成壓力 因為看回未來這幾年來說 看來A股內地的經濟環境 就算是回穩也好 但資金緊的趨勢 仍然是一個大趨勢 所以預料到短期後市來說 可能A股仍然會比較動作 可能會影響到港股 短期後市那一方面的表現 亦都見到 今天來說 一些好像融創 這類型的股份 又傳到 好像有些被人沽空 或者可能斬馬戰等等 這些相關的活動在這裡 所以始終要留意 就是短期內地的流動性緊張 或者說 特別是資金鏈的憂慮上面 可能都會導致到港股表現比較反覆 但是情況會不會很悲哀 有一個深一點的調整 試回看技術走勢 可能試回十天線 二萬六這些位置 我覺得機會真的未必太大 因為始終短期 大家仍然會關注一些業績相關的表現 而說今次中期業績 預料普遍來說 仍然會有理想的表現 包括友邦 騰訊 匯控 我相信整體員 都可以帶來一些驚喜 即使近期比較弱勢的中二度 我覺得中期業績來說 仍然會有一定的衝勁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都不會建議大家 看探廣股後市的表現 至於後市來說 從圖表角色上面看回 指數有機會從高位調整 但我覺得看回 之前試過高位 即是大約是26,200 26,100 這些位置 會有初步支持 甚至短期後市 能夠繼續站穩在26,400 指數仍然有機會向上市高位 始終重新的看法就是 廣股現階段的股值仍然是便宜 歷史市盈率14.4倍PE 最重要的 如果你看到中期業績 營利能力仍然有可觀的升幅 預測市盈率更加之低 短期後市來說 建議一步步地看 第一個支持位26,400 第二個支持位26,100 第二個支持位26,100 這些水平 只要你說不穿26,600 這些水平 中期後市建議大家仍然看好 我覺得仍然有機會 至27,000 這些水平 好 看完大事之後 都跟Arno跟進一些急跌的股份 因為市場傳出金融機構排查海航系 曼大系、復星系和融創系的售商業 看到融創1918今天跌近一成 暫時是佈15.5 跌超過9.8% 至於復星國際 656 和復星醫藥 而196都跌超過1.3% 至於1.6% 至於曼大酒店發展 169都跌超過4.6% 暫時是佈61 Mano 你覺得如果有貨在手 這些股份 是否應該盡快都沽出呢 其實我的確未必太過建議 渣你旅行的股份 因為始終說 特別都存了一段時間 好像復星系 或者是今次說到 融創很多系列的股份 特別是內地一些 相對地規模比較大的公司 或者是過去這幾年 發展得比較快 比較急速的公司 都經常提到金融機構調查等等 始終是第一方面 之前提及到政策層面上 內地都是未來這幾年 都是積極地去槓桿為主 另外一方面 其實內地的資金鏈 仍然是相對地比較緊 未必說他們有些違規的事件 但是如果整體言 特別這些房地產的發展商 或者一些綜合企業 我們不斷以收購合併 這些動作去擴大自己的公司規模 一旦資金鏈出現問題 股價或者據公司來說的影響 可大可少 所以我覺得從風險角度上 看來這些股份 小心一點 至於融創中國 後市的走勢看法上面 我都建議看得比較審慎一點 始終你要留意股價走勢上面 自從他們公佈了重大收購之後 股價的確是因爲這個消息而似 但是實際上這個收購 對他們特別在資金鏈方面來說 可能會構成壓力更加之大 所以這些位置我會建議小心一點 從圖表走勢上面看 今天的股價試過跌穿20天線 如果短期後市來說 不能夠站穩在20天線 15個半流上的話 擔心股價仍然有機會 試穿50天線 14元這些水平 所以有貨的投資者 我會建議融創會以15元 作為一個指示位 如果股價真的穿15元這些支持位 我會建議理性的指示離場 所以Arno 建議大家留意股價的走勢 可能有需要時就止竊離場 看到恆子暫時都在窄幅上落 暫時暴露26,430點 跌40點 謝謝Arno 你的詳盡分析 先和你申報 剛才提過股份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持有 謝謝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會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見 先看吧 要財Money Hunter提提你 現貨黃金買入價1237.62美元 買出價1237.95美元 現貨白銀買入價16.1912美元 賣出價16.2174美元 以上資訊由要財Money Hunter提供 我們要財NOT 餐廳 只要財Money 請進居